刘诗诗隐瞒西年的前任居然是他,让人难以置信,吴秦龙知道吗? 明星过往的情史,总是让人很意料不到的 要说起刘诗诗,想必大家也很熟悉了,再者肯定会抢到吴秦龙 确实,他们两个在娱乐圈也算得上一对甜蜜夫妻。不因年龄的差距,只求一场。 他总是能喜与人迷人般的微笑,演技也是毋庸置疑的,特别是戳演古装剧的时候也是美得无与伦比,很多人对他的戏都是穷追不舍的,怪不得让龙爷这般爱不释手。 小编也这样觉得,也是很喜欢他的。 谈起刘诗诗的前任,大家首先的莫非就是胡歌和袁红了? 都知道他们两个私下是以好兄弟相称的,两个人都是如此得英俊潇洒,两个人都与他有过绯闻,想必他也是很受人喜欢的。 在他自己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,就靠一些不是很起眼的角色在磨练自己,认识结交的人也不是很多,在娱乐圈里也没什么朋友,却传出语言红的吻罩,所以不免会让人误会是一对。 再者就是胡歌,他可是许多女生心目中的未来老公的典范,他们在拍戏过程中,也是很默契,看起来也相当配。 再加上胡歌公开说喜欢他,那更是让人想入非非了。 。 不过,他一直没有回应,可能觉得还不是自己想要的伴侣。 。 明星被曝光的事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。 。 隐瞒7年,刘诗诗的前任居然是名道,肯定很多人难以置信。 。 他们两个合作的戏是很少的,能站在一起被拍到的镜头也很少,所以看不出有什么暧昧。 。 他们有拍过一部《天使的翅膀》的电视剧,但是因为一些原因,没有被播出,想必很多人也不知道这部戏。 。 当时他已经是有些名气的了,对他也是照顾有加,可能是因细生请两个人走在了一起。 。 不过,他一直是个很低调的人,没有公开过任何情感的事情,自然就嫌有人之聊。 。 后来,因为忙于各自的事业,在一起的时间很少,感情也慢慢出现了淡化,致使他们也没能一直走下去,就这样,这件事就被隐没过去。 。 时隔七年,又被揭起,肯定让很多人睁大了眼。 后来,他遇上了吴奇隆,也算是功德圆满。 。 。 无论他之前与谁有过关系,以前的许多事也在人的大脑里渐渐淡出,都想看到他能够幸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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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,明到至今还单身一人,可能还没遇见对的人。 小编也希望他能尽早找到幸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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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